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玩電動呢 我是千千 你知道現代人 死也要帶進墳墓的東西是什麼嗎 對啦就是你的手機 尤其我出門在外 我還要導航什麼的 電池的續航力真的很重要耶 雖然現在各家廠牌 都有內建USB的充電功能 不過你確定你這樣夠用嗎 那大家有發現嗎 我身邊坐著一位 有如天使般的美女 讓我們歡迎Sandy 哈囉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外掛USB跟原廠的USB充電器的差別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吧 其實我們的電動車 大部分都有原廠配備一個USB充電孔 但是這個充電孔在早期的車子 大部分都是安裝在車廂裡面 千千有沒有一個經驗是 你導航到一半 突然間手機沒電 有啊而且我又超路痴的 我整個超崩潰 對那這個時候你要把手機放到車廂裡面 垃圾 你是不是等一下一定會迷路 那我們的外掛USB充電器呢 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困擾 而且它是強調免挖孔 所以你不用在你的愛車上面 挖任何的孔就可以安裝 還可以挑選你自己喜歡的位置哦 那這邊的話呢 就跟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如果你的充電孔本身有支援快充 但是線材跟手機沒有支援的話 那這樣子也是無法達到最高的效果哦 那現在我們就用這個測電儀 來測試外掛USB跟原廠充電器的差異吧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測一下電壓的部分 我們先測一下原廠USB的電壓 前前這裡看數值大概是可以到5V1A哦 好的我們接下來就測我們的天使快充 天使快充測出來大概可以到5V2A哦 是不是很厲害啊 而且天使快充呢 0到50% 只要25分鐘就可以充好哦 欸 Sandy 我剛剛看了一下天使快充 都沒有橡膠塞耶 這樣我雨天不會很危險嗎 千千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哦 一般我們的USB充電器都是不防水的 所以它都會附一個橡膠塞 那我們天使快充非常厲害的地方就是在 它是全機防水 所以即使下雨天 你也完全不用擔心會進水哦 那我們現在就請千千來實測看看吧 我們接著就來測天使快充的防水特性 哇是不是超厲害的 那從以上幾點來看 你會發現我們的外掛USB 真的還是有一個不可取代的地方 這邊我再補充一個天使快充的特點 它最高可以輸出27W的電力 而且它也支援多種快充協議 它還是雙USB孔哦 分別是Type-A跟Type-C 隨便一條線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剛才使用的線呢 就是天使快充新包裝裡面隨附的 天使充電線 它的外層呢是混合尼龍編織材質哦 抗拉性 very good 還有支援PD快充 以及最大30W的輸出功率 總結來說 我們的外掛USB充電器 還是有它不可取代性 以天使充電來說 不管是防水效果跟充電速度 都比一般原廠還要優異很多 所以你還不趕快到玩電門市升級起來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直接到玩電門市 我們都有專人替您解說哦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回到玩電動能 我是倩倩 今天又到了我們認真對決 是一列了 有看到我身後這台車嗎 就是最近討論度最高的 YAMAHA EMF